我们说最近20年 特别是79年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在探寻中国的今后的发展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现代化发展改革开放的道路的时候 都是伴随着对过去的历史的一个新的认识 这个过程在进行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举一个简单意思 或者是简言之 如果一切79年以前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那么改革开放毫无必要 没有任何必要 就像今天的我们北朝鲜的那个金正日主席 他绝对不可能提改革开放 因为在他的理解中 金主席他的父亲领导下的 伟大的1945年到1993年的伟大的历史 那是完美不缺的 所以不可能存在这个改革开放 所以改革开放以后 对以前历史的认识 他一定是和我们今后的发展相联系的 所以最近这几十年来 将近三十年来 在对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认识方面 有几种主要的看法 那么我在上这本课之前 先简单的非常扼要的给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就是党中央的看法 党中央的看法 1981年我们知道 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 通过了一个建国以来 若干重大问题的历史决议 同学们听过吧 这是第二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呢 是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之前 定下的一个决议 那是为了确定毛泽东主席的 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权威地位而定的 那么今天呢 1981年这个决议呢 是要统一 全党对1949到1979这一段历史的认识 为改革开放 创造一个好的 一个思想的一个前提了 那么那一次1981年的讨论呢 是在四千位党的高级干部中间进行的 总要是党的高级干部 那么这个决议呢 我想同学们可能你们在中学的时候 也听老师提过 这个决议 当然有一两万字 他的核心的基本的看法是 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1949年到1956年 这个阶段呢 是建设社会主义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时期 那么有学者呢 也写过书 他们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呢 叫做凯歌行径的时期 这是一些学者 根据历史决议 对这段历史 给他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叫做凯歌行径 不断在革命凯歌的 胜利前进 第二段是1957年到1966年 就文革前 前夕 那么这个阶段呢 有学者根据历史决议 把它理解为 兼 叫做 曲折中的发展 第一 在中国的这个建设的道路上 出现了严重的挫折和曲折 但是呢 同时还是有发展的 所以说在曲折中的发展 这也是历史决议的 那个基本精神 第三个时期呢 就是1966年到1976年 这个阶段呢 比较清俗 叫做十年浩劫时期 十年浩劫 那么76年到78年 我们知道是当时的 划过分时代 也就是两年的时期 那么这个时期呢 叫做徘徊的时期 在徘徊 没有跳出 左的那个圈子和框框 在徘徊 那么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从1979年 年初 也就是78年12月的 共产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 这就叫做新时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改革开放新时期 就是一般 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致的划分 这也是你们的很多老师 或者叫毛泽东思想概论的 上一些什么政治素质课的 政治课的老师 他们大概都会按照这样想 那么 这是我首先讲的第一条 就是历史决议的一个 一个划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遵守历史决议的 党在历史方面的高级领导人 党在很多方面都有高级领导人 在经济学方面 曾经有经济学方面的高级领导人 在历史学方面 有历史学方面的高级领导人 文学方面 有文学方面的高级领导人 每一个领域 通常就是 因为都是我们过去都理解为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词汇 叫文学战线 历史战线 既然为之为战线 就要有司令官 对不对 就要有把门的人 看守的人 这很好理解 那么长期以来 在历史的这个战线上 有一位 有人认为是 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有人认为呢 是思想僵硬的老同志 所以我把两种看法都告诉你们 胡乔木同志 他是长期以来 是在历史 历史领域 当然他老人家 不仅是历史领域 他是纵横社会科学 和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 他是这方面的总司令官 毛主席之下的司令官 胡老先生的90年代初期才去世 那么他的看法 基本上跟决议差不多 跟决议差不多 那和他在一起的 所以他的副手的 也是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 就是胡辰同志 同学们听没听过 胡辰 胡辰是 早几年去世 时 还是 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是历史学方面 在胡乔木去世以后的 这个战线的 负责人 那么胡辰同志呢 他到晚年 他的思想有很大变化 一般他自己也认为 他在八十年代思想还比较保守 到了九零年代后期 他有很多思考 他特别认为他是受了邓小平 理论的启发 所以他有思考 那么他把建国以后的历史呢 分成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 一个叫前三十年 一个叫后二十年 前三十年 盖言之 就是毛时代 毛泽东主席的时代 1949到1979 实际上我们知道 老人家在1976年就去世了 但是老人家的那个路线 建国的基本的路子 在79年三中全会之前 一直是延续 所以虽然毛主席是 建国以后二十七年去世 但是他的全面影响 是到七八年三中全会 所以胡森同志 根据这个处罚 就是前三十年 毛时代 后二十年 邓小平同志领导的 改革开放的新世界 那么胡老人家呢 他高度评价 邓小平的后二十年 对前三十年 提出了一些 有历史事实的批评 他也做了肯定 但是他 也做了比较多的批评 他更认为 1979年以后 是一个 是一个新 时代的变化 划时代的变化 他甚至用了一个词 叫做 建国以后的 新时期 什么叫 叫尊义会议 尊义会议 同学们都耳术伦详了 他说三中全会 是尊义会议 新时期的尊义会议 这是胡审老先生的看法 当然胡老先生 他的看法 迅速的受到了 一些叫老左派 同志的批评 老左派 我下面会提到 这是 刚才我先讲的 第一个 是我们历史决议的看法 第二个是 胡审老先生的看法 胡老先生看法 应该是官方看法 应该是比较官方的看法 他的看法 已经和前面那个胡 胡乔木统治 有差异了 有差异 第三种看法 就是 老左派和新左派的看法 同学们可能也 这几年也都听过这些词吧 知道什么叫老左派 老左派一般是指 传统意义上的 毛主义者 传统意义上的 一般有人称之为 叫毛主义者 或者叫传统社会主义派 他们对社会主义理解 基本上是列宁 不是 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 所以他们也叫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派 但是有人给他们一个定义 传统社会主义派 他们不太接受 邓小平同志 对社会主义的解释 所以 一般称之为他们是 有人甚至称他们是 原教旨主义者 就革命的经典原点 但这个原教旨 不是马克思 恩格斯的原教旨 不是的 是斯大林同志 和毛泽东同志的教旨 所以大家还要搞清楚 如果有人理解为 它是完全严格意义上的 马克思主义 那不对的 它是俄国式的 和中国式的 传统的 社会主义概念的捍卫者 那么这些老先生 他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 高度评价 前三十年 高度评价 以最好的词汇 评价 前三十年 相比之下 责难 邓小平同志领导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 后二十年 那么这些老同志呢 基本上都是七十多岁以上的 七十多岁以上 甚至八十多岁 九十多岁 快一百岁的也有 情况很复杂 而里面的谱系也比较多样性 基本上是党的过去的官员 或者是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前官员 他们的主体 就是老左派的主体 是官员和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前官员 也包括一些高校的老师 年龄偏大的七十岁六十多岁以上的老师 和已退休的一些高校老师 包括各级党校的一些老师 所以这是老左派的一个基本群体 新左派呢 新左派基本上是年轻人 也不是年轻的 四十多岁五十多岁 跟那个这个年轻和不年轻 是和老左派的那个相比较的 四十多岁五十多岁 为什么叫新左派呢 这里我们不能展开 这里面也非常复杂 普系啊也是多样性的 第一个 他们的理论背景和理论支援 比老同志要多样性 老同志刚才我讲的 基本上是毛泽东主席说的 斯大林同志说的 金日成同志说的 基本上是这几个来源 新左派同志呢 多样性 他们呢 经常会援引一些西方的 批判性的 吸引马克思主义的 一些学者的理论 新就新在这儿 他们除了援引 斯大林 列宁 马克思 还会援引西方的 社会科学家的一些底论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老左派同志呢 基本上 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国内 很少 当然他们做官的时候 曾经出去访问过 这是有的 但是没有一个 长期在国外学习的经验 经历 新左派的许多人 在西方的高校里 学习过 甚至拿过博士 学位 这是新左派 那么新左派和老左派 基本看法 是有一致性的 这个一致性 就是 全面的 肯定 前三十年 认为三十年是 还有很多很多 我现在没有时间讲了 比较尖锐的批评 后二十年 后二十年 那么 甚至还有一个新左派 最近有一个新左派 他认为八零年代 是 缺利 虎狼之道的 年代 虎狼之道 资本主义的虎狼之道 而今天呢 已经演换成 虎狼的世界 虎狼的世界 比较极端的一个新左派 这个 是一个文学性的 这里我还提一下 新左派在学界 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但是基本上 是局限在 人文科学 人文学科里面 集中在 中文系多 不不 这里没有什么 好不好 不好的一个描述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 中文系有些人 我不是指甲蓝大了 蓝大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我们南大中文系 还真的还不知道 哪个是新左派 标示性不明确 标示 像北大啦 上海一些学校 都能看出来的 因为 中文系里面 有一个样 有一个专业 或者是一个专业研究方向 叫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的理论资源 都是西方的新左派 所以久而久之 就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再一个呢 文学性啊 同学们你们可能不了解 文学是非常容易使人走向反抗 和破坏这个这个 现存秩序的 这样一个方向的 这从我们中国的 现代的新文学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文学青年到革命青年 这是一个基本路向 基本路向 当然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多讲 因为文学诉诸情感 诉诸情感 这是他的一个非常特点 鲜明的一个特点 刚才我讲了 在人文内 集中在文化批评 这个专业比较多 在社会学领域 分布就比较宽了 主要在社会学 人类学 等等 甚至包括农村问题研究 等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历史学这个领域 新左派 相比较很少 找不到一个 今天我们在全国范围内 在历史学界 找不到一个 一个有鲜明的 新左色彩的历史学教授 这可能跟学科有关系 因为历史学特别强调 四十 强调四十 有一些学科呢 它不太 它是超越四十的 对不对 它说我们是搞历史逻辑的 搞历史 历史的逻辑 是要凌驾于四十之上的 等等 这不一样 所以新左和老左 在这个问题上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当然 新左里面有不同的谱系 有什么后现代主义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后殖民主义 民粹主义 高调国家主义 民粹主义呢 我们也可以称它叫高调的 调子非常高的 国家主义 高调国家主义 等等等等 很复杂 每个领域都有 都有代表性人物 好的 那么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三点 老左派和新左派的看法 第四点呢 我们讲就是一般的 八零年代以后的知识界 我讲的一般的 一般的 知识界的一个相对的 也不是现在也不集中了 过去有相对集中 现在看法越来越分化 就是八零年代以后 在多数知识界的 学者那儿 他们也有一个基本看法 那么我下面要讲一讲 那么这些看法呢 有人给他们贴个标签 有人 就是老左派 新左派 给他们贴个标签 称他们是 带有自由主义倾向 自由主义倾向的 一种看法 他们认为呢 前三十年 是传统的 斯大林的 那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高度集中 的这一个 高度集中的 集权的 这个集权是集中的集 大家知道有两个集权 现在有一些 有一些学者 甚至用极端的集 这个集权 我这里先不用这个词的 就是高度集中的 高度集权的 斯大林式的 当然以后有变化 就是毛主席 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基本东西是一致的 就是计划经济体制 这样一个体制 有人称之为 用列宁的话讲 就带有社会主义 兵营化的特征的 高度集中的体制 社会主义 兵营化 全国建立成一个大军营 这是列宁老人家 也提过这个概念的 二十年代初期 那么他们认为 后二十年是什么呢 小平同志领导的后二十年 是向世界主流文明回归 这是他们的解释 向世界主流文明回归 创造一种 创建由中国特色的 这样一种 现代化道路的 后二十年 我这里也是大概的了 概而言之了 其实都有很多分歧 那么这个 这个后二十年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确立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确立 那么具体表现 后二十年的伟大 有哪些伟大之处呢 当然他们也看到 很多很多缺点和不足 但是一般都是肯定进步 肯定最近二十年的进步 第一个 就是市场的复苏 社会的复苏 社会 我不知道同学们 了解不了解这个概念 我们说 国家和社会 它是两个互相联系 也有差异的概念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时期 国家的力量 笼罩一切 基本不存在社会 不存在社会 是国家笼罩一切 所以有人称之为 社会主义兵营化时代 那么后二十年 我们的社会开始扶苏 成长 成长 首先是市场 然后社会 然后人的逐渐的解放 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里面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包括我们社会的流动 开始有了 在前三十年的大多数时期 社会流动是停止的 同学们知道吧 社会流动是停止的 如果一个农村的同学 除非考上大学 留在城市 他是永远不可以 当然还可以当兵 当兵可能大多数 还是要回到他的 那个村子里去 所以不能流动的 是有城乡二元结构 严格的区分的 但是最近二十年 我们城乡的这个 结构开始松动 开始打破 所以社会服输 人的解放 社会的流动 社会流动 再一个 社会观念 开始出现了多样性 过去是一元化的 一个观念 就是 怎么 那个年代 经常有这样的话 胡乔木同志也说过 中国有十一亿人 或者是当时 是八亿人 九亿人 怎么可以有 那么多的思想 只能有一个思想 只能有一个思想 因为 人太多 思想乱的话 就会破坏国家的统一 等等 那是传统时代 都是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经典看法 那现在不一样 那么 而社会的这个观念 多样化 又朝着一个 比较尊重人的 自主性的方向发展 包括最近几年 胡锦涛主席提出来的 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 那都是和过去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刚 怎么可能以人为本呢 不可能的 所以有人称之为 说一个 带有自主性的公民社会 已经开始成长 带有社会自主性的公民社会 开始成长 虽然有很多确准 那么和这个相联系的 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的观念 也开始逐渐的扩大和发展 那么前三十年 是什么呢 就是还是一个革命党 革命党 所以革命党的治国方式 这是有的学者 许多学者这样认为 革命党的治国方式是什么呢 基本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以群众运动作为贯彻 国家意志的一个基本方法 那么对人的思想的 纯洁性 有特别高的要求 人的思想的 纯洁性 或者叫社会共同看法 有特别高的要求 那么这是前三十年 基本上是一个 有人认为是革命党 革命党的一个特点 后二十年呢 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向执政党转变 那么基本上是以 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 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中心 而不是以 人的思想存化为中心 所以前三十年 以阶级斗争 当然也进行国家建设 发展 但是同时是特别强调 人的思想存化 思想存化 那么后二十年呢 放弃群众运动 不再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进行治理国家的 作为一种基本方法 什么叫基本方法 下面以后我们会讲 我们要开展一个建设 要进行一个工程 那么我们应该搞群众运动 怎么搞呢 首先要向群众宣传 进行这个伟大建设的意义 然后我们要发现一些敌人 发现错误思想 通过对敌人的批判 和错误思想的批判 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到 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中间去 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 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进行生产 搞生产 大家理解吧 我们就是要修个大桥 不能平平安安修大桥的 大桥里面一定有坏人的 肯定不是老的敌人 就是新的敌人 新老敌人一起抓 这是长期以来的 就是用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方式 进行生产的一个基本模式 基本模式 所以很多老先生 有些老左派 他们非常熟悉这一套路子 非常熟悉 思维一跳就跳到这方面去 第一个有坏人 第二坏人很可能是什么人 什么等等等等 通过打击少数坏人 团结多数群众 然后把生产也搞上去了 把阶级斗争也搞上去了 革命生产两不复 这是当时的一个 革命生产两不复 抓出了敌人 瞧眼见好了 不是很好吗 等等 后20年 小平同志不搞了 这个东西基本放弃 不用了 所以 后20年 就是加快建立 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 不同的看法很多 我只是给大家拎一下子 拎一下子 主流的看法 老左派同志的看法 新左派的看法 一般知识界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